一家人最开的事情莫过于一起出去旅游,特别是粉丝们,因为这是锁粉耳豆除了活动出席之外,最门看到他们发照片的机会了,又因为出门旅游不可能只去几天,所以经常有一系列的照片更新,让粉丝们大饱眼福。 最近袁勇一带着一带一小两个男人去了肯尼亚旅游,在9月20号晚上更新了一波旅游动态,九宫阁的标题为肯尼亚之旅第一篇,讲道理第一章就把气氛推向了高潮,成为了大家羡慕的焦点。 好美的一家人,一家三口我来了,夕阳下,爸爸牵着妈妈,妈妈牵着儿子在草原上散步,背景空旷又一望无际,画面非常为美。 魔童的身高已经到了妈妈的肩膀,长得越来越帅了又木游,有一位粉丝的话让周周感触颇深,记得张志玲采访,说过只要牵手就会十只镜头,原来是真的呀,真好。 周周刚刚试了一下,这样的实质像扣,怎么也模仿不来,兄弟您怕是来拆台的吧? 第二章也把粉丝们惊艳到了,白白嫩嫩的魔童,乍一看还没认出来,比起小时候的他成熟了很多。 不少网友惊呼,长这么高了,脸颊隐隐,有妈妈的影子,再过几年又是一个奶油小生,收拾收拾准备出道吧。 张木桶,道上人都叫他魔童,第三章又是群家福,人有一夫妻真是狼才女貌,在一旁又望远镜,看风景,则魔童真是气质十足。 有些新的网友还从张智琳的墨镜中发现一切端倪,墨镜反射着两人一起拍照的光景。 或许这就是小夫妻之间的乐趣吧,谁也不服谁,总觉得自己拍得好,那就一起拍魔童比个高下。 从大家的合照中不难看出,袁永一家是和亲戚朋友结伴成团出行的,除了沟湖浪汇大家都显得有点冷静之外,大家还是非常和谐的。 不过呢,这么大的载客飞机不在机场降落,而是停在这样的地面降落,却是让周周拍了眼界,难道是死缘回击? 其实周周觉得袁永一除了晒出一天的收获之外,还是别有用心的。 这张合照看似合鞋,然而黑人们的衣服,都是同样的黑白格子了字,其中一个甚至连鞋子都少了一只,而是拿在了手上, 尽尽可能是希望借词引起大家的重视,关注并帮助他们。 最后,肯尼亚上高路远,家里的两位大小男人要进行保护妈妈周全,期待袁永一更新接下来的第二篇,第三篇。